凯米台风打乱了汉光演习的相关规划 那么国防部也表示 各作战区从昨天起要视天候状况返回注定 后续要以这个沙盘演练跟兵棋为主 那么要完成这个灾访的预知兵力编组跟机具的整备 那么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早上也主持了这个灾访的整备会议 指示各个作战区要掌握台风动态 那么在救灾跟演习方面呢 这个两项任务那么要如何做调配 那么国防部也有最新的一个财势 如果当一线是发生一般灾害 那么演习跟救灾任务将会并行来执行 那么这个国防部的最新回应跟说明先带您一起来听 如果灾害地区超过两个县市已经造成人员伤亡 或者是立即的威胁 部队必须要全力投入救灾的时候 那么作战区可以终止演习 立即转换协助地方灾害救援任务 此外如果是本外岛发生重大灾害 危害程度超过两个作战区的时候 统裁部会宣布演习终止或者是暂停 国军全面投入灾害紧急救援任务 国防部也表示呢 如果呢本岛跟外岛发生重大伤害 那么危害程度呢 有超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作战区时 那么呢就会宣布整个演习终止或暂停 那么要全力的投入这个紧急的救援任务 当然啦 这一个国防部呢 在面对呢 栽访任务呢 都是救灾 仕同作战 作为最高的一个原则 现在呢 汉光演习刚好呢 遇上了台风来袭 那么现在国防部也定出一些相关的规定 谢谢